豪爵的虎沙125 也就是VX125 咱借了几天了 实际的感受了一下 这几天咱也跑过山 也跑过市区 也跑过那种比较烂的路 确实这个车现在 你看车身上还挺脏的 也不擦了 咱仔细聊聊这款车 分三方面 首先是优点 缺点 以及我的疑问 最后咱说说这款车的骑行感受 优点方面 咱原来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关于虎沙 它的一个定位从8490到8980 这四款车型 它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高配 是有了后边的这么一个32升的尾箱的 放一个全盔 再加上手套 还是很轻松的 我的这个马桶空间下面居然放了一个全盔 并且我这个全盔是加了一个耳机的 也是能够放到里面 所以说你们那些四分之三盔也能够都放在里面了 原车会给你带着这么一个原厂的碳缸的护杠 整备重量 119公斤 没有CBS联动刹车 依然是搭载了豪爵那款主打的发动机 ESS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6.6千瓦 相应的扭矩10牛米 这款车的定位应该是略低于AF-125 所以说在配置上 大家会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个车主现在已经给了LED大灯了 但是它原车是鲁速的这么一个灯泡 并且前面是单活塞的刹车 相对来说这一点和AF-125相比较起来 配置上是略有不足的 这里是有了这么一个驻车制动的这么功能 看了吗 这样轻松一按 而且能够单手操作 这个是最好的 咱原来聊过一个车 也带着驻车制动功能 但你需要另外一个手搭配使用 这个单手操作就非常方便了 这块的空间和AF-125相对来说相差并不大 但是它的这块空间 这个宽度要更宽一些 并且它的这个脚往上会有这么一个舒展的坐姿 我实际的坐在上面 你能够感受一下 我骑起来的时候 对于这种大高个大长腿来说 你能够很明显的觉出来 把脚往上放一些会更舒服 你的整个骑行三角相对来说更舒展一些 这个侧撑 它这个侧撑偏前 而且装了这个原厂保险杠之后 我打侧撑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方便 是吧 不得不说好多一些细节的地方 来女神你拍一下这边 你看它侧撑这里 这里就有这么一个皮地 对吧 这样不会啪打上去 吸水啊 做工啊 国内的这些踏板车里 现在分三类 一种呢是非主流 就是那个做工简单说挺烂的 还有一种呢 属于主流 你就像某些车型改款之后啊 那个看上去比原来不错了 还有一种是超主流 超主流是谁呢 就是豪爵的这些车子 所以说大家伙在选购豪爵车子的时候 你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 你说这个车做工啊 汽水啊怎么样 这个你肯定是挑不出任何毛病来的 另外一点 我想到了一个这期视频 咱想到哪说哪的 另外一点 想到一个它减低的配置 举行你拍一下这边 这里是个远近光 远近光 但是它把平闪功能取消了 没有那个平闪了 当然这边的这个双油门的拉线 五福二安的这么一个充电接口 并且它这个敞开式的储物口 这后简正是可调的 这个地方可以调 怎么去判断这个车能不能调 你看这边三段可调 它都有脚启动 当你的这个电池挂了的时候 你可以用脚启动 把这个车启动起来 不至于把你扔在路上 整个车在骑行的过程当中 发动机嘛 ESS发动机 运行是非常平顺的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叫丝滑 声音也不大 而且呢 它的这个车头啊 非常轻便 虽然它整背重量有119公斤 但是呢 你实际骑行起来 绝对不像那么缠的这么一个车 120的离地间隙 740的坐高 这个坐高 对于无论是像我这种高个 还是那种精勤小男人 以及女生来说 骑的话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它了 这个喜好啊 去调节这个仪表 这个车我现在总共跑了400多公里了 5格最高的话 是6.5升的油箱存储量 这边现在终于可以显示时间了 影像USR的话是显示一个温度 转向铁式的 这一点对于万元以内的踏板车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标配的 我的一个疑问吧 大家会仔细看一下 这个虎沙的这款发动机 净款发动机也是ESS发动机 这里有ESS的标记的 但是它的这个传动这一块 造型和过去的 你像AFR USR似乎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AFR这本好像还多出几颗螺子的 咱不知道这个豪爵公司 是对发动机进行了升级改造啊 还是什么原因 这一年我也特别想 让知道的那些朋友吧 给我扫扫吧 总之吧 豪爵的虎沙作为一款8000到9000元的 这么一个车型 我觉得它相对的这些竞品车型 相比较的话 虎沙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大家会觉得这么一款车 它和USR125和AFR125 能不能够成为豪爵三剑客之一呢